队友还得上来 白克刚才一直说热 白克 我来哥他 我来讲说我哥他没问题 自带雨批来的志廷哥 已经坐到那边了 好 那我们这边换下来的 刚刚加入游戏的朋友 需要说出自己的游戏名 祖兰哥叫啥 我是笨蛋你是我爸 我爱你就好了好不好 我是笨蛋你是我爸 我爱你 浩强 我叫毒死拉夫拉斯基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名字 想的东西都去吗 好了 来 那我们就接下来 一起来听下一题 刘耀文在河边打球 不小心看到了 河里自己的倒影 他控制不住对自己说那句 帅 烧扎拉夫斯基 帅 烧扎拉夫斯基 没站起来啊 他是 又没对了 我不想答了 我想看天哥 好好好 我感觉这一轮伤害拉满 为什么 他是又想好了答案 又想好了你同时站起来说你的名字 瞬间完成了所有的一切 没有没有 主要刚才天哥说自己想理语 这么厉害 好吧 来吧 动刀吧 你不戴帽子啊 哥 你帽子戴上呗 不用戴了 没事 真的吗 太专业了吧 你这样真的不戴帽子啊 扩出去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层 要不然那么难割 哎 话筒拿开点 但也可能是两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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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果然最后一层了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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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没有没有 话筒失了吧 你这样第一个关心的是话筒 天哥 哈哈哈 天哥 他关心的是话筒 天哥这才叫弄一人好不好 天哥 天哥厉害 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在安徽啊 拍了一个电视剧 然后呢一个老演员在林雨的戏的时候 他穿着雨衣的时候 他就没有戴着这个帽子 就就就就去演了一场戏 也是一种很艰苦的 我觉得也很爽的一个事 所以说今天很开心 耶 谢谢 好棒 这个前辈值得学习 值得大家尊敬 对 真的是觉得这个节目的意义吧 就是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学到了老师身上 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 就是那份敬业吧 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哇 太好了 天哥换谁 来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谢谢